这一节呢也是我们这个这个Chernobyl的这个最后一集 这一集我们呢主要的重点讲了 就讲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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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事件发生了以后 对于这个苏联的社会的影响和政治体制的影响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先简单的先回顾一下 他这个这个完了以后呢他做了一次整体的调查 就是这个苏联苏共党中央啊 对这个事件事故呢就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就是做了一个investigation做一个调查 在7月2号就是1986年7月2号的时候呢 他的政局开会他说了也说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呢实际上是对这个整个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 可能这时候还没有开始调查 以这个事件的发生的一些一个评论 他说呢他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充分的意识到 就是我们必须要开放信息 这个开放信息openness 就是这种开放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果OK我们不去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该需要开放的东西开放出话的话 我们会自己倒霉 就是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开放对我们来讲只有是是有好处 如果不开放我们就要就 这个这个这个受到其恶果 但是呢这个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苏联的体制还没有完完全全 没有完全 掉过头来认清这个问题的本质 这个克格勃 实际上大家知道克格勃从这个从他的前身 从这个列宁时期到这个到这个这个 这个哥布尔俏夫这时期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恐怖邪恶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上干了无穷多的坏事 在这个时候他也不例外 他在这个时候仍然是这个继续这个为了维护他这个这个政权的这种所谓的稳定 政权的所谓的这种什么这种巩固这个这个政权的稳定吧 就做做一些这种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邪恶的事情 首先他就是把这个以这个 以这个事故发生的OK 呃敏感词给管理起来了 就是以这个Chernobyl发生的是很多的敏感词很多的术语 他给列下来这些术语OK 列下来以后是不许在任何媒体任何民众中讨论的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在他做的事情已经是升级了 在这个Chernobyl之前 克格勃不是干这个事的 克格勃在那之前主要干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苏联的这个政 那个那个那谁那个 哥布尔俏夫登台以前上台以前 大家知道中间有一个短短的过渡期 有两个短期的领导人很快就死了 在那之前长期的是伯列治涅夫 当时苏联人最喜欢讲的就是伯列治涅夫的笑话 OK 伯列治涅夫的这个这个无能 伯列治涅夫的贪腐 伯列治涅夫的那种腐朽腐败什么什么 就成为苏联的这个民众中 关上门悄悄的说的很多很多的笑话 这个笑话今天还在在互联网上广有流传 而这些笑话 谁讲这个笑话抓谁 这是克格勃原来的这个这个最最忙的就干这个事 OK就专门去抓那个讲他笑话的人 而这个这个这任务呢 在这个切尔诺布这事发生以后呢 就调过来了 不是去抓那些人了 开始抓什么呢 谁讲这个切尔诺布发生的这个事的内情的这些敏感词 我就抓谁 OK我就抓谁 同时呢 他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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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的最最最敏感的一个topic 就敏感的这个题目 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在切尔诺布这个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内情真相 或者是insider或者是就是内部报告 只要以这个有关的在克格勃里的这个这个行动计划中 这是number one 就是只要以任何人谈论这个话题 这个人是第一个要把他抓住 把他identify 把他训诫 把他这个警告 然后帮他签字 然后让他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些这些斜招歪招 那个时候克格勃就在用 OK不是今天在用 然后呢到这个1986年7月19号的时候呢 苏联的这个政府的媒体呢 就开始这个什么呢 就开始这个呃 做了一些就是这个调查的结果 做了一些简单的结论 结论呢是什么呢 大家听这个结论啊 第一就是说这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这个当时的操纵人员 就是工作人员对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的规则啊 这个有非常严重的失职 第二他们责任没有禁职 他们有失职有失误有这个不守规矩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就然后这是第二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 第三呢就是什么呢 他只字不提 当然我这不是第三了 就是换句话说 他这个把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罪责全都放在这些 呃工作人员头上 或者当时的负责人 Chief Engineer 总工程师和他这个这个这个反应堆的这个这个总总总头吧 所有的怪所有的错 全是他们的 只字不提 这个这个核反应堆本身设计上的flow 他本身设计上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这个安全隐患到过了很多年以后 上调查结果上 这个是真正的原因 而他们这些人也犯错 就是那些人确实也是疏忽 但是那样的疏忽 如果发生在一个别的国家的核反应堆上 是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事故的 而在他们那里发生事故 因为他们的核反应堆的设计 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有严重的这种安全漏洞 这种安全漏洞一旦疏忽 就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事故 而这个真正的这个这个这个审判时间呢 是大约7月3号到7月30号 7月30号到 哦这是在87年了 这是过了一年了 呃7月份做了一次审判 结果审判呢 这这这负责人全成了替罪洋 这大概只有五个主要负责人 全给判刑了 判两到十年 判了两到十年 然后呢就全是他们的错 这里面有的人呢是认错了 有的人上后来也就很快就死了 因为他不放手的太令 有的人就一直就去不认错 不管怎么样 错全是他们的 换句话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苏联的这个 这个这个官方呢 就把自己的责任摘清了 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放在这几个个人身上了 呃 以此同时呢 后来呢 这个这个国际能源组织 国际核能组织的这个这个机构 也派了专家进行调查 但是这个调查的结果呢 就跟苏联官方调查结果就不一样了 他的调查结果说 基本就是什么 is inadequate cultural safety at all levels as the major factor 这是其中一个factor ok 呃 一个原因 那就说他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管理体系本身就有严重的管理缺陷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体系有问题 这个体系的管理的方法 然后呢呃 管理的步骤 完完全全是依赖于当时在上班的那个人的记忆力 而不是依赖于procedure 不是依赖于这种这种暗部就赃的就是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每一个人就跟那个你看那个坐飞机那飞机那个飞行员和副飞副驾驶员 他在飞机前他两个人都要走一个流程 这流程就所有的所有的开关什么都检查一遍 这个检查办事上他是有一个表了 一个一个两个人一个一个走一遍 而这种这个就是一个流程 而这种流程在这个苏联的这个反应队里他没有 他就完全就靠你 大概其就是你 你知道这么做 然后你就这么做 然后实际上就没有一个严格的跟踪 严格的执行的这么一个措施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这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呃 他的这个整个的文化 就是这个反应队这种管理文化 本身也有缺陷 本身也有缺陷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呃 而且他指出来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苏联的整个核反应堆的这个能源体系的本身的这个组织结构也有问题 也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呢 他指出来上你的核反应堆的技术有缺陷 你的核反应堆的技术和他的安全措施有严重的缺陷 而这种严重的缺陷 OK 是不可能 靠一完完全全依赖于一个操纵员的本身的这种这种守规矩来来保证的 OK 不能完全靠那个的 呃 安全机制文档机制 然后内部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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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ce就是这种communication和inforce inforce这种中文叫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你必须满足某一些条件有人签字你才能做什么什么事 因为这个核反应堆实际上这里边的这个这个节奏 实际上他因为他任何的失误都可以造成重大的问题 就跟今天的那个那个病毒防疫什么病毒研究所一样 你里边要稍微的一疏忽那病毒就出来了 这东西你就必须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体系 这个实际上在中国现在正需要的也是需要一个一个国际组织到那个病毒研究所 去到底去查一下你这个整个的procedure 你的system你的这个这个内部的这种这种安全的这种体系是不是都到位了 你然后你再来判断是不是这个事发生 但是你人家不让你进去今天不是还不让进吗 所以呢在在这种这种完全就是整个的这个安全体系安全制度 安全的这种这个文档安全的这种这种这种培训这种文化都缺失的情况下 这当时的这个这个其中的一个专家就做了这么一个comment 做了这么一个comment他说在当时这86年的时候这样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核反应堆说是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他说如果如果一直不发生事故我倒反倒很惊讶就是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说什么呢就是像他说是这样的核反应堆这种运行的方式 这种非常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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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的或者是不不不不提没有不归正统的运行方式 就好像是一个开着飞机的拍了飞机的驾驶员在驾驶这飞机的时候 把这飞机的发动机给拆下来进行修理 进行调试 就飞机还在飞的时候你把发动机给拆下来调试 他说实际上他们在做那个测试的时候 就是在做几乎是同样的事在超危险超高危险的地方 他们还去做一些非常超高危险的这个这个这个测试 他们根本自己就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这种安全意识完全没有 OK这个实际上我可以想象类似的事情十有八九 或者是很有可能在这种病毒研究所里面在在在他们中国 有可能会碰到类似的现象 只不过是谁现在谁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盖还在这个大概大铁盖在上面盖着呢 谁都不许碰谁都不许什么 OK好我们的话题最后进入这个这个下边的一个话题 就说整个这个这个过程结束以后 那只是我们现在只是谈了 只是这个核反应堆的这个有关的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比这个更要深要深的多 OK首先呢 这个核反应堆的整个这个事情的这种发生的过程 政府的这种管控工程 对这个实行的掩盖过程 实行逐渐的暴露过程 和这个政府的在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无能的过程 彻底的OK 彻底的打碎了苏联老百姓 苏联老百姓对这个体制的幻想和幻觉 OK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苏联的普通的老百姓 因为他是完全是在火墙里 那今天咱们叫火墙 他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封锁 他唯一得到外面呢 就是就是通过他的塔斯社 通过他的苏联的广播间 他对外界实际上是不了解的 在他们的眼里 苏联是个厉害国 是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他的技术领先世界 他的生产力领先世界 他的执行力领先世界 这是苏联老百姓 这我说的 这不是是利用今天中国的语言 这是当时 这是这个文档 我看的文档里写的 就是USSR 他用英文讲 就是USSR 这个Soviet citizens OK believed believed that the USSR at the time was a global superpower armed with technology that led the world 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厉害国呀 这是当时老百姓的 这个这个illusion OK 而当时呢 在这个 这个 这个核反应堆的 这个事件 这个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实际上苏联的 这正整个的政权 还是相当稳定的 1986年4月份以前 苏联的政权相当稳定 首先 当时苏联的经济 不是很糟糕 尽管当时那个石油 已经有降价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经济后来才开始 逐渐逐渐的越来越糟糕 那时候经济指标不是很好 但是也不是特别糟糕 然后呢 苏联境内没有大规模的 示威游行群体事件 反政府事件都没有 老百姓都是很安心乐意的 在那 在那这个慢慢过自己的小日子 OK 然后呢 所有的这种 这种就是profile比较高的 就是比较知名的 这个 这个对苏联政体不满意的 不值不同政见者的这些人 或者是在监狱里 或者是在国外 OK 基本就说 维稳做得很好 他们没有 这些人没有在外边到处去 去说政府的政府 影响力已经非常的 非常小了 在海外的话 你他再写 你像那个 Solson Netson这样的人 他在海外 他再怎么骂苏联 那苏联老百姓听不见啊 因为他给屏蔽了 对不对 你这跟中国是 你现在很多说中国这个什么 这个内情实行的话 中国老百姓有几个知道 完全蒙在鼓里 今天一样是蒙在鼓里 他不知道 所以呢 这就是在他苏联境内的 这个影响是很有限的 所以他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 从苏共中央角度来讲 还是蛮稳定的 还是蛮 蛮和谐的 蛮 蛮稳定 蛮和谐的 到19 到80年代中期 就是84年 85年 86年 因为那个 郭伯尚 就是那时候刚上台的嘛 尽管苏联里边 事情不是那么 那么 那么 向外面看的 那么糟糕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还是 勉勉强强 还在那过的 还凑合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是 即使是西方的 这些所谓的 苏联问题专家 包括美国的智囊团 中央经贸局专家 没有任何人看到 这个体制 已经到了 到了老年了 已经快不行了 他们还都认为 苏联他早着呢 这个 这体制早着呢 还还能坚持好长时间 所以就是 没有任何人想到 这个体制 在80年代中期 就想到体制 Within the few years it will be gone OK Nobody thought about it Nobody believe that could even possibly happen OK 所以这个就是 当时这个苏联的状况 而这个什么呢 这个Gobachov上台了 早期的这个什么 这个改革开放 就Glasnost和什么 Paraestroika 这些 这些这个 Gobachov的新的改革开放的 这些 这些 这个 这些运动吧 上已经刚刚开始 但是呢 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很多的阻力 OK 所以呢 这是一个 再一个 还是回到刚才讲 就是苏联的老百姓 对苏联的政府 还是蛮 蛮佩服 幸福的 就是他们是the best the best in the world 在世上最高的 而且是best in the world in everything 因为这个老百姓 就是几十年的洗脑 洗到他们认为 苏联这是一个 绝对是巨无大牛逼的 可以跟美国 是这个 这个这个抵抗 可以是什么 什么这个 绝对是厉害了我的苏联呢 就是基本就是 当时苏联老百姓 就是这么一个什么 而且他们认为呢 苏联是除了美国以外 苏联是这样 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最牛逼的一个大国家 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 但是呢 以此同时呢 这个Chernobyl的这个 Plan商是七几年盖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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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这个Chernobyl的这个 这个反应堆盖的时候 是一再什么环境的盖的 整个他这个Chernobyl的建造 设计呃 什么什么运营 都是在现在 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环境 就是这个中央集权控制 人们社会的每一个环节 你的每一句话 你的看的一切的新闻 一切的信息 都是在我中央的掌控之中 同时你这个像你这种 和和和反应堆的设计 和反应堆的这种管理文化 和反应堆的什么 也是在我这个这个气氛下 进行的设计 进行的建造 进行的管理 OK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气 这个这个管理体制 这个政权的这种体制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就是信息封闭 OK 信息封闭 信息封闭 就是在你这个小圈圈里 你认为一切都是 你是世界上最happy 你就井底的那个挖 OK 你这井是比谁的井都好 但你这井是最好的井 OK这个什么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是井底之娃 只不过在他自己的小井 而Chernobyl的这些operator 生活在Chernobyl的这个环境 这个反应堆里 他认为这个这个反应堆 是这样最好的 但是他不知道 苏联的反应堆的事故 可不是 他可不是第一个 他也不是第二个 他也不是第三个 在那之前 小规模的事故 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over the last 20 30 years OK 这过去呢 二三十年发生了很多 各种各样事故 但是这就是现在的问题的根根基在哪呢 这些事故在苏联只要一发生 他就把这个技术事故变成了一个政治事故 换一句话说 任何时候这种核反应堆发生了事故以后 他的第一响应是掩盖真相 让保密 谁也不许知道 所以呢 结果呢 Chernobyl的这些设计者 Chernobyl的这些操纵这个工作人员 对历史上苏联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的事故 并不了解内情 换一句话说 他不会因为一个反应堆出现了什么事故 由此是大家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后来的反应堆 把这个 这个以此相关的 这个这个这种各种缺陷给他弥补了 再再进一步往前走 没有 就是他会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各种各样的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就是标准的执行程序 标准的安全的这种体系 没有因为过去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核反对的事故 而得到改善 而是仍旧 在在在使用过去那种已经出过事的那种方法 而没有人去在这上进行跟踪 为什么 就是因为信息封锁 因为这种事一发生 马上就来一封锁 这个Chernobyl最后没有封锁住 是因为他的他的影响范围太大了 把国外的人都给影响 人家都知情了 结果给他捂不住了 假设当时瑞典 将当时芬兰 这些海外的这些人不知道有这个污染的话 说定这个事今天我们也还是不知道 就跟当年我原来有一个讲座 讲那个那个探居的那个事件 那个事件规模就很小 那事件上过了这么多年 在现在还在才发现 哦这里过了40年才发现真相 因为什么 他影响范围小 这个苏联境外没有人知道 而过去呢 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这个Chernobyl发生的这个前30年 多少次经核事故 OK有这个武器事故 有什么什么事故 这个事故不只只局限于核反应堆 还会出现核武器的测试的事故 而且呢 好多好多人因此冤死 尤其最冤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在各种各样的油矿 就是那个油235油238的那个油矿里面的那些老改犯 死得特别的惨 因为这个这个采油矿的那个什么 都是用老 用苏联有一个巨大的 老改犯 政治犯 老改犯的这个体系 叫GULAG 在在在在西伯利亚 在什么什么苏联境内 到处都是这种东西 尤其从斯大林年代开始的 而这里的这些老改犯 很多就在那油矿里 常年的重辐射 中毒 然后呢 最后就是得各种各样的 那种辐射疾病 这些疾病就是在医院里大量出现 但是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这种放射性有多么严重 这种放射性对人体的这种摧残的程度 只有这些老改犯自己知道 但是最后都死了 谁知道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这个在各个反应堆里的这些工作人员 有很多人受到伤害 各种各样的这种安全隐患暴露出来以后 他们受到防射的伤害 在核潜艇里面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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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士兵受到严重的 放射 前 前 伤害 因为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反射 叫什么 那个 原子反应堆 在核潜艇里也有 这些东西全被盖住了 只要一发生 就变成了一个保密 就变成一个保密 变成保密 结果这事就是在重复的发生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很多事件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 没有不能连成一条线的这种独立的 秘密的 这种灾难 小的灾难 而这些灾难的发生了以后呢 马上克格勃就介入 马上政府就介入 让这些灾难幸存者 必须要签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密协议 你不许在任何人说 你说了 你可能就进监狱 OK 后来呢 有些这个苏联 有些有良知的这些调查的记者 或什么 把这些事写成一些书 写成一些documentation 结果就因为这个也被抓起来 或者被禁止出版 就是也被受到破坏 OK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通过这些历史 大家可以看到这什么呢 首先呢 就是这个Chernobyl这个事呢 就等于是一个比较大的 就像一个 真是一个shit hit the fan OK 像一个 苏联的一个大毒瘤 在这个地上越长越大 但是这毒瘤上面表面很光滑 还有一些小花小草种的 谁也不知道 这个毒瘤到底有多厉害 但是Chernobyl就好像什么呢 这毒瘤下边有一个大地雷 砰一下 把这个毒瘤里面的最肮脏的 最腐朽的 最这个这个封闭的 这些这个见不得人东西 全给爆出来了 爆的满天飞 爆的满天飞 就把苏联这个体制的 这个基本的这种 致命的弱点给曝光了 在这之前呢 这个这个这个 大家都认为 这个政府怎么怎么样 在这之后 大家就发现呢 实际上呢 我们一直是在被骗 OK 一直在被骗 而这个这个这个党 苏共的这个党 OK 他们说的什么是真的 才是官方是真的 而其他的人都是假的 而这个事情 现在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真正在骗我们的是 他们 他们在骗我们 他们说的 经常是在制造谎言 制造谣言 在欺骗老百姓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文化里面 就是苏联的体系里的致命缺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党在这个人民的生活中 一直是站在最高地位 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人民的生活的最高利益 是由党来负责的 就是用英语讲的 the party decided what was in the people's best interests OK 就是我们不用太担心我们自己 我们的一切呢 最这个这个 由我们的这个伟大光明正确的党 来来来帮我们去take care 这又是一个幻觉 这个幻觉被迫害掉了 OK 被彻底破坏 发现到关键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在保护我们 他们实际上在蒙我们 骗我们 把我们蒙在鼓里 让我们在这里面受害 同时呢 这个这个从这个这个 这个体制下还发现呢 真正党的最高的优先级 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 而是要保护他自己 对老百姓的控制 对老百姓的控制 或者换句话 换句话说 是政权的控制 政权的统治 政权的稳定性 the party's priority is to ensure the party remained firmly in control OK 这个是他真正的 这是老百姓看到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 发现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苏共政治 中央政治局的表现 就能看出来 首先他是遮盖真相 不让这个外国记者 外国的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科学家进来调查 然后呢 同时呢 对内呢 是对老百姓撒谎 就是到底老百姓 多少人受腐射 多少人死 多少人伤 撒谎 然后遮盖 然后呢 同时呢 这个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 就暴露什么呢 就暴露对老百姓来讲 就看到哦 你这个伟大光明正确 劳不可攻的这么一个 如此的这个这个这个光明正大的一个这么一个政党 实际上呢 你是充满了这个浑身长疮 到处是缺陷 到处都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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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能打窗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政题 OK 而这个Chernobyl过了以后呢 整个的这个这个对这个communism 就是对这个对这个这个ideology的这种这种这种信任感 OK 他的真正的真相 就刚才讲了这么一个大一个大大毒瘤一下 一下给爆破了 爆破以后呢 他整个呢 就是我这么说吧 the grisly truth of what communism had done disjoyed any remaining credibility of communist party has left OK 用中文讲就是等于把他们的信用 把他们的什么彻底给破坏掉了 即使是对这个体系原来最忠诚的那些公民 那些老百姓 通过这个事件都已经充分认到了 认识到了 the regime was corrupt and evil and does not or did not deserve any trust by the people 所以呢 这个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 the communist dream was a sham a sham在这里就是一个骗局 OK the communist dream was a sham 整个这里整个的这个梦就是一个骗局 OK 这都是这是我是从这个这个现在的历史材料的写的书籍讲 这个chernobyl里讲的 这不是我自己造的句子是别人写的句子 我把它只是读出来 所以呢 这个chernobyl这个事件呢 就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对老百姓一个巨大的一个警钟 这警钟 咚一下敲醒了 是终于啊 我们明白了 我们原来是生活在一个梦里面 生活在一个虚假的幻境里面 而这个幻境在这个幻境里面呢 所有的真相都服务于ideology ideology这就是服务于上面说的那些假大空的东西 OK 那些东西比真相更重要 而这个而这个政府这掌权的这些人 可以随时随地在任何时候全方位的向我们传输假的东西 和不纯的东西 和不是真相的东西 而在整个这个过程 这个政府对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事情真相的掩盖 也反映出来了 他们整个的政府的虚伪性 OK 甚至他们就是没有不可能对这个 对他们做的事情有一个真正的那个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说这个体制呢 这个给老百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唤醒 就是这个这个刚才讲这个大毒流 给崩的满天飞 老百姓一下看到是又又脏又臭 然后就又是这个又是充满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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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见不得人的东西 全都暴露在天下 就是经过这个事件 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disaster本身要说是什么 它也确实是挺大的一个 一个environmental disaster 就是一个环境 一个一个灾难性的东西 但是它后来过了这么几十年 过了三十多年 实际上现在看看它对世界上的这个环境的总体影响不是那么特别大 相比来讲很可能是远远不如 刚才前面讲了那个大气核实验对环境的造成的危险比例还要大 包括现在讲的这种各种各样的industrial chemical pollution 就是这种工业污染水源污染空气污染霧霾污染 这个实际上比它那都要厉害的多的多 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问题的关键是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苏共的整个的表现 把苏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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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近70年的这个构造的这种美想的这个美好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伪 伪光正的形象彻底破坏掉了 那么好我们下面呢就回到最关键的证人 做证人就是最关键的第一第一第一主角 第一主角谁就是Gorbachev OKGorbachev在2006年的回忆录里 OK做了如下的评论 这个评论呢就是对Chernobyl的评论 他的评论他怎么说 我把它这个用用中文来讲 他说呢这个Chernobyl的这次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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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堆的这次 这个这个大的这个这个事件 20年前这是2006年吗 所以20年前那是那是1986年吧 他说20年前Chernobyl发生这件事 OK实际上对整个苏联五年后的垮台 因为我是1991年垮台的吗 19861995年垮台吗 他说对五年后苏联政权的垮台的影响 实际上超过我的Glasnos和Perastroica 尤其是Perastroica Perastroica改革开放了 就是我的政策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最大的影响了苏联的垮台的原因 真正原因他认为是Chernobyl这件事 他认为呢这个呢对苏联的统治的政权的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什么呢 说在苏联政权上 实际上政权在苏联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有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就是在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之前苏联的老百姓是一种心态 这个事情之后是苏联老百姓是另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由过去的政府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一切我们都是最好的 我们是厉害国 我们是这跟那个 突然转向了什么 发现呢一切都是假的 我们都是在被骗的 OK我们必须要更多的言论自由 更多的系统上的一个大的变化 现在的系统 这用于Gorbachev的话 the system can no longer continue 现在的系统已经无法再继续往下走了 OK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类似就是说还是Gorbachev这个common 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事件 这个Chernobyl的这个事件 实际上呢 就说明这个系统 我们这个社会体制无法继续前进 无法继续前进 因为什么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是 built on the system of lies patronage和totalitarian ideology that would always place itself before the lives of the subject 换句话说 这是Gorbachev对苏联体制的一个非常犀利的批评批判 就是整个那个系统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谎言构造的这么一个一个极权政策 可是别忘了 你Gorbachev在当年你可是在里面是第一人称啊 你是第一主角啊 你在当时做的事上也是也是很多现在的经不起推敲的 不管怎么样 他也许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 在当时的政治局里面那么多那个保守派 那么多像Gromico什么什么其他那种 那些人后来不都是政变 不都是政治局里好几个人都参与了吗 所以那些保守派那些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那种那种那种那些人 OK 是在那种影响下 Gorbachev做了很多也是可能可以说 现在可以说是违背他自己的良心的事吧 Gorbachev当时的这个总理叫叫Rizkov Rizkov他呢在1985年 他他不是1985年 他呢在对那段时间也做了一个评论 他说呢 他说他说1985年86年的苏联 实际上苏联政权已经接近道德上的崩盘 道德上的叫什么 Bankruptcy Bankruptcy叫破产 道德破产 对叫做Absolute Moral Bankruptcy Near Absolute Moral Bankruptcy 他就是这是苏联的当时的总理 对他自己的政权 他说苏联政权1985年已经接近了道德的底线的再底线 已经崩盘了 换句话说 还是用这个人的话 他说we stole from ourselves took and gave bribes and light in the reports in the newspaper from high podiums wallowed in our lives and hunt medals on one another and all of this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and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自己在贪污 在互相偷东西 在互相受贿 在互相撒谎 在互相在站在高高的讲台上 用我们的谎言在那儿逍遥的在那儿欺骗 然后我们互相给自己互相这个挂奖章 所有的这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这个体制就是烂到这种程度 这是苏联前总理对他自己的体制的评价 而这个什么呢 而这个这个当时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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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的人民 还是回到刚才讲 苏联人民通过这个事件 对苏联整个的这个体制的评价 来了一个彻底的苏醒过来 在过去认为他们是最好的 最厉害的 他们是最最牛逼的 然后世界超级大国 厉害了我的国 牛的不得了 OK 结果这个事件一下的暴露了 发现他的内部的整个的生成技术的 这个水准非常低 然后安全意识非常弱 整个的内部的资源的支持能力非常差 就是在这个出现了这种大部分泄露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人的这种设备 这个这个这个组织运行组织 什么执行力都根本不行 苏联有的人就说 说是还我们要跟美国人打 打这个什么核战争 就这么一个小小泄露 整个使我们的国家彻底出现 这个这个这个崩盘 因为当时就已经盯不住了 已经盯不住了 这还是回我想起 今天就现在很多地方 就是因为一个几毛钱的口罩 现在就可以大打出手 可以去抢 然后医院的医生可以 可以就连口罩都没有 你想想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对吧 这个就是也就暴露了 你的很多致命的缺陷 你这个厉害了我的国 到这时候 你就看着这个厉害 到底是厉害在哪了 OK而这个 而郭伯尚本身呢 当然就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 他知道 这个体制 已经是到了 必须彻底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不改就完了 OK 所以他就是完完全全 事无反顾 义无反顾的 我全力投入 他的这种改革开放的政策 然后想利用这个来 挽救苏联这个系统 因为郭伯尚辟竟是一个 die hard communist he is he was a communist even today he still believe in communism OK 所以呢 这个整个呢 这个苏联的这个新闻媒体 自由就从 Chernobyl以后 开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放 这个开放过程 就是他的报纸 新闻杂志 报道的问题 对这个Chernobyl的这个 过去不让 不让说 不让提的这种话题 就全打开了 什么管你什么 克格勃克格勃 然后就全都画了 刚开始呢 是是讲这个这个Chernobyl 讲着讲着 大家说 干脆咱别讲Chernobyl 咱们再把话题 打开点吧 开始讲讲阿富汗吧 因为阿富汗当时还在打仗 打的晕头乱象 谁都不许说呢 讲到阿富汗 咱们干脆再把这问题 再讲 再把斯大林干的那些坏事 导出来 咱们再回顾一下 这些事对我们社会 什么什么影响 OK 然后咱们再往下走 就到底我们信的 现在这个communism 这种 这种socialist system 这种totalitarian authoritarian 这个这个system 到底是不是what we really need 就是这个话题 就很快就失控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这种话题 OK 所以不管怎么样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Chernobyl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使 Gorbachev OK 加速了他的改革开放 使加克他改革开放 而这个改革开放呢 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一个苏联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著名的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 一个作家吧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他说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 20世纪的历史 没有任何的人民 是像我们人民这样 被如此的奴役 在人类历史上 哦 他是这么说 不是不是 我把这英文原文说 就是no peopl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was ever enslaved by myths as our people was in the 20th century 就是20世纪 我们人民被这种 被这种 被这种 这种 这种 myth myth在这里上 就是指communism OK 就是被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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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教吧 被这种邪教的 这种 迷惑 变成了一个 邪教的奴役 20世纪的这种现象 在人类历史上 是 没有的 OK 这是苏联的一个作家说的 so we thought that building communism in the USSR was the greatest deed of our people but we were purposefully engaging in self-destruction 就是我们原来以为这个梦 OK 是我们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实验 但实际上我们是在自己毁消毁灭自己 到1987年的时候 这个glassness就是一个开放和改革开放 已经慢慢慢慢就成型了 因为由于这个事件的发生 OK 慢慢成型了 所以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新闻报纸媒体 就完全开放 那时候没有internet 只有新闻报纸媒体 这个什么其他的这种 这种printed printed media 随着这个printed media越来越开放了 所有这个这个这个老疮 新商旧商全都揭开了 这揭开就有点像那个1979年的民主墙 刚开始是给谁谁谁平反 越闹越大 很快就就就就就 整个全民 整个全苏联 全都站起来了 大家都是有各种各样自己的想法 把它表现出来 表示出来 把它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 就是完全矛头就指向一个地方 属向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OK 就指向他们 OK 而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Gorbachev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可以说是比较伟大的一个行动 指向他们矛头最犀利的那些知识分子 那些作家 那些自由人士实际上 指出来的东西是最有杀伤力的 但是Gorbachev没有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 其他的人都说现在应该把他们抓起来了 因为按过去的习惯思维 这些人肯定都是送劳改营 送那个那个那个 Gulag到劳改所里 就让他们死在里面就完了 就给他灭了就完了 但是Gorbachev didn't do anything 他认为呢就是这些人实际上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精神支柱 因为他可以用这些人来和他的党内的一些对手进行这个这个这个对峙 所以呢随着这个Gernobal Disaster的这个这个这个灾难的这个事件的发生过来以后呢 像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这个刚才说老百姓首先是从梦中苏醒 其次呢发现的这个政府根本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all powerful 就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牛逼 那么那么那么能干 那么怎么怎么样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同时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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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放射性的污染带来的这种群体的恐慌 这种恐慌呢 本身呢就给这个社会产生了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说 我们不能在生活在这种生活在这种无知或者被蒙蔽的环境 如果在那种蒙蔽无知被蒙蔽的环境 我们下次再出现任何事情 我们还会出现同样的这种大规模的恐慌 几百万人这个不知道这个这个末日已经来临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呢就是因为他这个真相被掩盖造成的 OK 所以呢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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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nobal的这个事件 实际上呢使苏联老百姓和苏共政权之间的关系 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的变过去的关系是 上面一个政党在控制所有这些屁民 OK 而现在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 OK 所有的老百姓都是一级分子了 所有的老百姓都是一级分子 在那过去之前老百姓都是顺民 而在这之后老百姓全是一级分子 全是直不同政见者 每个人都对这个政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独立的看法 对这个政权的这个这个这个未来的这个走向 有很想很多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个呢就是深深的影响了这个社会的底层的一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而这种意识形态呢 实际上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个老百姓的这个感觉上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基本共识就是什么呢 像这样的一个政权管理我们70年的政权 OK 实际上它是不会为我们着想的 它对我们的危险 就是一旦出现任何紧急情况的时候 它对我们的威胁 或者是对我们的安全的这种威胁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 甚至大于什么呢 大于斯大林 就是他们就是把这种体制的总体的抽象成 就是比斯大林还可怕 因为斯大林在过去是他们人眼里是最可怕的 因为斯大林杀死那么多人 所以他只是一个人干的 但是这整个体制对我们来讲的这个这个伤害 或者这种威胁 从长远来讲是比一个斯大林很可能还恐怖 所以这就是整个苏联老百姓的一个总体的一个sentiment 或者总体的这么一种 一种这种这种这种感觉 而这种感觉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驱动了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这种老百姓 对这种对这个哥伯尚的改革的支持和和这个对不祥回到原来的那个旧的那种意识形态 旧的那种政府的那种状态的那种抵制造成苏联很快就是没有怎么流血就就解体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Chernobyl某种意义上是说对历史苏联历史上的这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在这个这个方面 我这个讲座呢就讲完了 谢谢